特别注意就是说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旋转32度 可是建议是做完再旋转会比较好一点 那也就是这边有个宽 有个高55 宽95 另外这边有间距总共几个 这边可以算一下 从这边到这边总共几个呢 6 6个 那所以两边 所以这个线段其实总共有12个间距 然后12个如果这样看起来12个间距 那画的方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今天先把第一个画的矩形 这个矩形的话宽 所以enter 然后它的宽是95 逗点 然后55enter 然后画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怎么样 分解 因为我要做那个偏移 如果没有分解的话 你就变成偏移出来 就会变成整个矩形的偏移 那利用这一条线呢 我们可以用偏移 偏移多少 5等份 所以就是11嘛 11enter 然后呢 你要直接这个地方 直接就把它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做偏移 偏移完之后换这边 这边的话 其实哦 变成说你要画12次 这个有12个间距你要12次 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偏移之后 偏移距离多少呢 95除以 因为有12个间距就除以12 enter 直接选它过来一个两个 好那当然你可以一直选下去 一直偏移过去 可是你还在才比较麻烦 建议是做一个之后 用什么呢 用那个矩形正列 用正列就可以了嘛 那我们就 先把 这个先修剪掉 修剪掉 应该是 这边这个线段 跑S形就可以 没有 这样就好了 一边做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 用实现的选取 把这四个线段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用正列的嘛 对不对 因为可以一直过去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正列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们正列的部分 物件已经选好了 总共有 再选一次好了 总共应该四个而已 好 空白件 总共五个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应该几列呢 其实 因为这样纵向 它一个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是一列 然后呢 总共几行呢 因为要再重复嘛 重复几个 因为12 这个可以重复到六个 重复到六个 六个可能会有两条线 会是重复 重叠在那个线上 不过没关系啊 一、六 为什么六呢 因为它有两条嘛 对不对 那总共原来十二等份 不就刚刚好 刚刚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在做什么呢 旋转 旋转 旋转的话呢 基准点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 要不要C呢 不需要C 直接输入角度多少 32 Enter 有没有 这样就这样的话就做出来 那如果说你要画出那个 参考线段 你可以先拉一条线 在这边 再做一个什么呢 标注 角度 角度的话就从这边到这边 这样的话就32度 就刚刚好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感谢观看